霸極中國作家高行健 週三在台灣師範大學演講時 坦言他的人生經驗就是逃亡 高行健說 清洗的日子 在他災難到來之前就逃 我人生的經驗就是逃亡 逃亡嘛 你的求其生存 所以我也是 我人生也不斷地逃 就逃 高行健說 讓我得了諾貝爾獎 如果我不逃 我恐怕今天不會在這 為什麼 那麼那個媒體就圍著你轉 你就成了一個媒體的風貌 媒體的風貌是不會停止的 我如果由著它轉的話 我當時就病了 坐院兩次開刀緊急坐院 那你就完全不可能 我之後十年還有創作 不可能的 高行健解釋 媒體並不是惡意的 媒體是很熱情的 但是你一旦卷進去就不行了 你得逃 你得清醒的知道 面對這種情況下 如果還要保持自己 保持創作 要做出選擇 高行健提到 馬克思主義主張 那種不同 共產主義 最好是基权 真實 是這個 導致的 俄國的貧困 和中國大量的貧困 我們都見過 我都 我都確實激進過 以至於到什麼程度 就是犯人一次 糧食 糧糧 還定了 就變 要發糧 高行健強調 逃亡是為了求其生存 當法西斯狂潮來了 能做什麼 當然是趕快逃 很多聰明的戲劇家朋友 也都選擇逃 共產主義來不逃 不是要被關進集中營了嗎 他還說 得了諾貝爾獎之後 朋友就寫了一篇文章 叫高行健的第二次逃亡 高行健藉由自己逃亡的經歷 提醒學生 自由其實不在別處 要自己創造 人的一生往往都是自己決定的 內心混沌 身處困境的時候 若受妄念主導 就容易碰壁 神經衰弱 甚至發瘋 種種病痛都來 保有清醒的頭腦 清楚的認知 才有智慧做出正確選擇 贏得自由 面對台師大文學院院長 陳登武提問 哲學家尼采認為知識分子 可扮演上帝的角色 建立新的烏托邦 高行健則直言 尼采是個瘋子 他說若把尼采當作詩人來閱讀 有意思 但如果把尼采當思想家 或是領袖去信仰 就會跟著尼采發瘋 講瘋話 他認為20世紀就是出現太多的主義 意識形態和狂人領袖 以致產生這麼多災難 不如19世紀美妙 高行健還說 他在90年代的著作 《沒有主意》就提到 面對這個世紀 無論是藝術家作家知識精英 前提是沒有主意 高行健說 自由亞洲電台特約記者 夏曉華台北報道